好,繼續做題目 這理論上叫做酸鹼中和 理論上要去算 氫離子的末數等於氫氧跟離子的末數 但是我在題目的設計上不見得要算 這一題應該是不用真的去算的 只要把表格看一看,哇啦哇啦答案就出來了 好,他告訴你說我做這個實驗 氫氧化那這麼多,水這麼多 然後呢,中和藥的氣流酸這麼多 請問你問號是多少?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 加水是不會影響 加水是不會影響量 因為你是氫離子末數等於氫氧跟離子 那水幾乎是沒有東西嘛,所以沒有什麼影響 所以重點是原來氫氧化那有多少 還有你加的硫酸有多少 那你就發現第四次跟第一次都是兩公克 都是兩公克 那所以你加的水,加的硫酸應該一樣多 就跟你的第二次跟第三次都是四公克 所以都需要三十毫升一樣 所以就直接看 所以不用算,你就知道答案叫做B OK 那這個理論上呢,也要酸檢中和 但是他只請你比較大小,誰的氣流濃度最濃 這裡有一件事要注意 這裡有一個小地方你要注意 那誰最酸 這個酸魚誰是最酸的 這個酸魚誰最酸 氣流濃度最大,可是最酸 他是用氣流濃度去滴定 然後看你用多少,來知道誰酸 然後就請你比較一下 來,我們找大帥哥好了 找大帥哥 帥哥 帥哥叫做 三四 三四啊,大帥哥 你選A喔 請坐下 你的答案選的叫做 A 所以你要注意什麼事情 你不可以看氫氧化那最多就表示他最酸 因為他給的水的不一樣 你要凡事要比較要站在一樣的基礎上 我的雨水要一樣多 這個時候氫氧化他用的多才叫做比較酸 他給的不一樣都要把他變成一樣多 好,水要站在一樣的基礎上 體積不同不能直接看 要把他變成一樣 比如說都變成100 或者比如說取200,300,400,500的最小公倍數 隨便你 對吧,一樣 那我們就換一下吧 我們都變成100 所以甲要除以2 乙要除以3 乙要除以4 就如此類的,去算一下 然後 把他這樣子算完以後 你就知道誰要最多 甲要的最多 甲要的最多 所以答案就選誰 就選甲 這也是不太需要計算的酸檢中和問題 好,這題呢 就是以前蕭世宏教授做了一個七個杯子的科普的遊戲的實驗 他有氫氧化鈉跟鹽酸的容易 一滴兩滴三滴 每一滴一樣多 所以 然後氫氧化鈉是有一個氫氧根 鹽酸是有一個氫離子 所以一滴氫氧化鈉會中和一滴鹽酸 這先告訴你 然後他有指示劑 有分泰 有蝕蕾 然後呢 就開始做 他就開始這樣做 然後五號啦 照水啦 然後那巴巴巴巴做完 然後最後問你顏色 把一號杯子 把一號杯 全紅色容易 那因為他加了什麼 因為他加了什麼 然後呢 把它通通到二號杯 然後請問你顏色如何 OK 分泰 無色 倒入一號杯 倒入一號杯 然後氫氧化鈉 鹼性紅色 這把一號杯 通通倒入二號杯 最後會變成什麼顏色 然後二號杯子有鹽酸兩滴 進化那有一滴 我剛剛跟你講過 這裡正好一滴又中和一滴 我剛剛也跟你講過了 最後會變成什麼顏色 很簡單 可愛大美女 可愛大美女 大美女叫做一號 A請坐下 很奇怪 沒關係不管他 為什麼是無色 因為他的鹽酸 是 要到兩倍 所以中和完還有腎 中和完還有腎 所以他最後就是酸性 最後他的酸性 因為他濃度一樣 體積一樣 所以末素 就吃到兩倍 然後就是 中和完之後呢 還有氫離子過腎 就是填什麼性 酸性 所以是所謂的酸性 所以酸性呢 分泰在身中什麼顏色 無色的 無色的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了就是A 答案就選了就是A OK 好 那下一小題 全部拿在一塊 這要有一點點美術 這要有一點點美術 全部拿在一塊 什麼顏色 全部倒在一起 啥顏色 全部混在一塊 有石蕊 有分泰 有酸的 有鹼的 你看看那個氫氧化 那個鹽酸 最後到底是什麼性啊 最後到底是什麼性 然後呢 BLABLABLA 好 帥哥美女 這我們又要找大帥哥了是嗎 來 大帥哥 大帥哥叫做 27 對27 27號 你選豬喔 出什麼顏色啊 紫色 紫色 好奇怪喔 我有學過紫色嗎 為什麼是紫色啊 為什麼紫色 你全部帶在一起 氫氧化鈉4滴 鹽酸2滴 1滴中和1滴 那所以還剩下誰 還剩氫氧化鈉 還剩氫氧化鈉 氫氧化鈉過剩是 就是氫氧化鈉過剩 表示 成什麼性 鹼性嘛 所以成鹼性 鹼性呢 史偉在鹼中什麼顏色 藍色嘛 菲哉在鹼中顏色什麼顏色 紅色嘛 那麼藍色加紅色變成什麼顏色 紫色 紫色 所以我需要一點美術 我還可以說 需要一點美術 所以答案叫做紫色 這個是 考試題目喔 有沒有提喔 OK 就這樣 就很簡單 這號稱都叫做酸鹼中和 但沒有真的去考計算題 但是就算不考計算題 還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問 OK嗎 OK 很好 請期待客人認識